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说 是的 经上说 你从殷海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城到伯大尼去 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 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便欺欺说 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也必成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今天我们念到这里 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凭什么 这是有关于权柄的问题 整个进入到21章 其实耶稣所要在这个地上降生 所要做的事情越来的越明显 耶稣所带的权柄 耶稣的身份 以及耶稣来的目的也更加的清楚 记得耶稣带来了救恩 可是对于那些不接受救恩的人 他会是一场灾难 或者说是一场审判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 你不接受这个救恩 你不接受耶稣以至于你被他审判 其实在生命当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救恩的信息当中 是人我们自己犯的罪 以至于让我们走向死亡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你只是自食恶果而已 并不是因为你误会了 以为好像你不相信耶稣基督 以至于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罪 就归在你身上 当然有这个意味 但是重点还不是在这里 人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你犯了罪 如果你不接受救恩 最后的审判不是因为你不接受救恩 而是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要受审判 你只是为你自己所做的付上代价而已 所以当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救恩更加的明朗 可是你又会发现那个整个审判的信息 也越来越明显 这是我想要让各位明白的 所以有一些话就会说的比较 比较没有转环的余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那个审判的味道会更加浓厚 今天的主题凭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会常常有这个体验 我不晓得现在我们不论坐捷运 我们搭公车 甚至我们进到一个 你甚至回家 现在一些的门卡 现在有一些人回家 其实根本不需要带钥匙 因为所有的门卡 或者你进到公司 你就会发现 你什么样子的卡片 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甚至你什么样子的级别 你能够进到什么样子的房间 然后你是几楼的住户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其他楼层的住户 我在说很多时候 其实这一切其实都有关于主权的问题 因为你的职集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场域 是我们蛮可以理解的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也是在谈有关于权柄的 第十二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 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在此之前 其实耶稣是很低调 甚至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基督 OK 不是耶稣不想让别人可以领受福音 而是不想让别人用错误的角度认识基督 所以对于有一些人 他有一些话 有一些教导 他都用比喻 所以在这一段你会发现 耶稣好像就已经不再做任何的躲藏 他就是直接做 甚至在这里 进了神的殿 直接进去 然后呢 耶稣做了一个很大逆不道 对文士 对那些法律塞人 祭司长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他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得说 我的殿必称为什么 祷告的殿 你们却使他成为贼我 简单来讲 圣殿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是为了敬拜神 圣殿最重要的工作 是为了要祷告神 是为了要亲近神 可是在那个时候 整个圣殿 却变成一个 好像有一些人 可以从那里得力的工具 特别指的是那些祭司 特别指的是那些立位人 因为他们要来到圣殿 他们必须要奉献 他们必须要交圣殿税 他们所要交的圣殿税 他们就必须要用他们现在所用的一些罗马的这些银钱 来换成圣殿所专用的那个 专用的这一些钱 钱币 透过这个还不只是好像 只是多少换多少钱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收很多的手续费 许多的人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兑换的过程来收手续费 另外一个 他们需要献祭 因为他们会犯罪 因为他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 他们也需要感谢献给神 他们用的方式是献祭 可是献祭呢 他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出生地或出发地 那里把牲畜带来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牲畜会死掉 在这个过程当中 牲畜可能会受伤 一受伤了就没有办法献给神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直接在圣殿那里 就有已经有祭师 有立位人所认证过的 可以合乎圣殿标准的这一些 不论是羊啊 不论是牛啊 不论是鸽子 然后他们就拿来献给神 这原本是一个方便 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我要说 问题还是出在这中间的手续费 虚许多多的人 因着圣殿 对他们来讲 已经不再是敬拜神的地方 整个圣殿变成是 这一些人得利的地方 所以耶稣在这里 直接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他们来到店里 不是为了敬拜神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做买卖 兑换银钱 是为了从中间得利 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他说经上记着说 本来店应该要作为祷告的店 甚至万民祷告的店 可是现在的店却成为 神的店却成为什么 贼窝 所有的人心里想的都是钱 第十四节 他说店里有虾子瘸子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就怎么样 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歧视 又看见小孩在店里喊着 说和善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原本祭司长应该要蛮高兴这件事情 让人来到主的面前 真实的就是敬拜耶和华 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可以得着医治 虾子可以看见 瘸子可以行走 让许多的孩子在圣殿当中奔跑 然后来赞美神 知道救恩从大卫的子孙那里来 可是为什么这些文士 这些法律赛人 这些祭司长会生气呢 他们来告诉耶稣 说他们讲的你听见吗 耶稣说我当然听见了 因为经上说 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的赞美 我要说这才是上帝原本所 想要建立的一个 这一些神的儿女们 来到圣殿来敬拜神 这是神所赐下的一个美好的画面 所有的人万国万民 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 可是呢 这一些在宗教当中 在当时的这些群里当中 长得全的这一些祭司长 这一些文士 却让神的殿成为贼窝 第十七节耶稣离开了他们 耶稣的那些行动正是要告诉他们 神已经进到圣殿当中 神开始要做洁净的工作 可是耶稣也离开了他们 因为耶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第十八节这也是这一段 前面这一段后面的一个结尾 他用后面的这一段对于无花果树的审判 来比喻那一些文士 那一些祭司长他们最后的结局 早晨耶稣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 不过有叶子 耶稣怎么这么狠 他直接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 门徒看见西奇说 无花果树怎么就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在这里再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 他有权柄 不单单只是耶稣有能力可以行神迹 叫无花果树好像立刻枯干 这个不是一个神迹 这是一个预表 预表那一些有叶子的无花果树 因为无花果树的这个植物的特性 就是有树叶它就会有果子 不可能有树叶而没有果子的 可是他正要比喻的正是那一些文士 那一些法律赛人 那一些祭司长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圣殿 可是却没有真实的敬拜神 对于这样的事情 耶稣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因为对你们来讲 你们只有那一些叶子让别人看见 可是神要的是什么呢 神向你要的是那个果子 让人可以到圣殿真实的敬拜神 让孩子们可以真实的到圣殿来赞美神 让许许多多的虾子 让许许多多的虾子可以因着上帝的医治 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 各位兄姐妹 这一段后面的这段经文 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事 他要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有权柄 而如今他已经直接进到这个圣殿当中 他掌权 他作王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你们如果信我是主 不疑惑 你不但能够行无花果树上 这所有一切行的事 就是对这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我是主 就必得到 只要信我是主 各位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信心的对象 我们比较 是对自己的自信 我们很多时候比较是从经验当中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兄姐妹 信心的对象只有神 没有人可以相信 没有制度可以相信 这世上你没有办法 从这一些的制度当中 这一些的人当中 你获得救恩 你只能从这一些人的当中 包含你从牧师的口中 你也只能从牧师的口中当中 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 因为救恩并不从这些神职人员而来 救恩并不从这一些人爱 救恩唯独从我们的神而来 各位兄姐妹 信心的对象只有上帝 信心的对象只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再次的回到耶稣基督的主权 所有耶稣所做的这一件事情 正是在证明祂的权柄 今天回到最后的主题 凭什么 耶稣凭什么 对耶稣来讲 因为祂是神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或者对于你我 我们再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你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 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否则对你来讲 你只是相信祂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而已 不是 祂是要来我们生命当中 做我们的王 权柄的这件事情呢 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的来看 从23节一直到27节就开始讨论有关于权柄的事 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 这一些人就直接指问耶稣 你到底有权柄做这 你到底有什么权柄可以做这件事情 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 耶稣要告诉你 他就是权柄 他就是那个王 王要进到圣殿当中 进到教会当中 进到你我的生命当中 推导那一切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事物 我们必须要再次的对焦 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各位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祷告 主谢谢你 你赐下恩典 让我们可以认识你 也求你 透过这一段经文 你让我们理解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也好像神的殿 在我们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做买卖 很多时候我们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成为贼窝 可是透过这一段经文 你让我们明白 主你是我们圣殿的主 你有权除去那一切 你所不喜悦的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些好像虾子 好像瘸子 主啊因着面对了你 因着仰望了你 你就来治好我们生命当中 这一些困难 这一些限制 主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一方面仰望你的救恩 可是我们也不被好像 你的那样子的一个权品 那个所带来的审判吓到 因为主你来是要让我们得救 不是只是为了要审判 主当然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救恩 主我们会被审判 但是主啊 审判不是你最终的目的 你来是要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的审判 可以得到你那美好的救恩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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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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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